英国变种新冠病毒不只传染力增强 又再度发生了突变 当地卫生单位调查有11名个案的病毒株 发现极蛋白会变脸 两面极蛋白出现了1484K的突变 这跟南非还有巴西的变种病毒相同 可能会降低疫苗的效果 国内医师指出 由于病毒抗原性发生了改变 就会影响到疫苗抗体的综合能力 各大药厂也必须要随时观察 及时针对疫苗设计来做出修正 如果未来开放施打的话 也应该避免拉长两季的接种时间 才可以确保有足够的抗体 对抗新冠病毒 新冠肺炎似绿欧美 疫情似乎没有趋缓迹象 尤其英国变种病毒再度传出突变 当地卫生单位调查 至少有11名个案的病毒株 在极蛋白上出现其他未点变异 可能降低疫苗成效 特别S1的一个蛋白是 疫苗借以产生抗原性的一个主要部位 所以其实我们也要担心 这是接二连三的一个突变 假如说疫苗 没有办法因应这些新的一些突变 去修改它的设计的话 的确会造成它的一个保护力会下降 国外研究指出 英国变种病毒如同发展出超能力 在表面极蛋白发生1484K未点变异 与南非和巴西当地病毒株相同 由于抗原性改变影响疫苗效力 英国剑桥大学实验室也发现 疫苗产生的抗体 对1484K突变病毒株的结合能力较差 80岁以上的长者体内 必须要多10倍抗体 才能有效中和变种病毒 国内医师认为 新冠疫苗未来如果开放施打 应该避免拉长两剂接种时间 才能确保有足够保护力 也延长了第二剂的一个 加强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样会不会造成 疫苗保护力下降 发生的几率应该会有 而且可能蛮大的 所以假如说第二剂施打的时候 第一剂的效果已经过去了 所以第二剂的正常效应就不明显 医师也说各大药厂 必须随时观察及时修正疫苗设计 只是变更左剂配方或增减剂量 安全性和有效性都要重新评估 面对变种病毒威胁 必须尽快完成大规模施打 降低社区传播风险 记得陈思凡 陈欣顺台北报导